灵书岁路论原文原文皇帝问于齐伯曰 今言 夏日伤暑 秋并虐 虐之发已时 齐故何也 齐伯对曰 携客于丰府 并寻旅而下 为祭一日一夜 常大会于丰府 齐明日 日下一节 故齐日作宴 此其先客于己备也 故每至于丰府则凑理开 凑理开则邪气入 邪气入则并坐 此所以日作上宴也 为祭之行丰府 日下一节 二十一日下至为底 二十二日入己内 住于浮冲之脉 齐行九日 出于缺盆之中 齐气上行 故其并稍一至 齐 内伯于五脏 横连墓园 齐道远 齐气深 齐行迟 不能日作 故此日乃蓄姬而作烟 皇帝曰 为气美至于丰府 凑理乃发 发则邪入烟 齐为气日下一节 则不当丰府 奈何 齐伯曰 丰府无常 为气之所应 避开其凑理 气之所设解 则其福也 皇帝曰 善 夫风之与虐也 相与同类 而风常在 而虐特以实修 何也 齐伯曰 风气流其处 虐气随经落 臣以内伯 故为气应乃作也 帝曰 善 皇帝问于少师曰 于文四 十八封之中人也 故有寒暑 寒则皮肤急而凑理毕 暑则皮肤缓而凑理开 贼风邪气因得已入乎 将必须八正须邪 乃能伤人乎 少师答约 不然 贼风邪气之中人也 不得已实 人必因其开也 其入身 其内疾病 其病人也足报 因其必也 其入前已留 其病也 虚已持 皇帝曰 有寒温和事 凑理不开 然有足病者 其故何也 少师答约 地伏之邪入乎 虽平居 其凑理开必缓急 其故常有时也 皇帝曰 可得闻乎 少师曰 人与天地相参也 与日月相应也 故月满则海水稀盛 人血气积 肌肉冲 皮肤至 毛发尖 凑理稀 咽垢着 当事之时 虽欲贼风 其入浅不深 至其月过空 则海水东盛 人气血虚 其未气去 行毒居 肌肉减 皮肤纵 凑理开 毛发残 焦理薄 焉够落 当事之时 欲贼风则其入身 其病人也足报 皇帝曰 其有足人报死报病者 何也 少师答约 得 三虚者 其死报急也 得三十者 邪不能伤人也 皇帝曰 愿闻三虚 少师曰 成年之衰 逢月之空 失时之和 因为贼风所伤 世卫三虚 故论不知三虚 公返为粗 帝曰 愿闻三十 少师曰 逢年之盛 玉月之满 得时之和 虽有贼风邪气 不能微之也 皇帝曰 善乎灾论 明乎灾道 请藏之金会 命约三十 此句应皆在上段少师论三十之后 然 此一夫之论也 皇帝曰 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 何因而然 少师曰 此八正之后也 皇帝曰 后之奈何 少师曰 后此者 常以冬至之 日 太一立于业者之功 其至也 天必应之以 风于者以 风于从南方来者 未虚风 贼商人者也 其以夜半至也 万民皆卧而扶犯也 故其岁民少病 其以咒至者 万民泄舵而皆忠于虚风 故万民多病 虚邪入客于谷而不发于外 至其立春 阳气大发 凑离开 因立春之日 风从西方来 万民又皆忠于虚风 此两邪相伯 别本作团 经弃节代者已 故诸逢其风而遇其余者 命约遇岁鹿烟 因岁之和 而少贼风者 民少病而少死 遂多贼风邪气 寒温 不和 则民多病而死已 皇帝曰 虚邪之风 其所商贵贱何如 后知奈何 少师达曰 正月朔日 太一居天流之宫 其日西北风 不遇 人多死已 正月朔日 平淡北风 春 民多死 正月朔日 平淡北风行 民病多者 时有三也 正月朔日 日中北风 夏 民多死 正月朔日 西时北风 秋 民多死 中日北风 大病死者时有六 正月朔日 风从南方来 命约汉乡 从西方来 命约白骨 江国有秧 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 风从东方来 法乌 阳沙时 国有大灾业 正月朔日 风从东南方行 春有死亡 正月朔日 天河温不封 跳剑 民不病 天寒而封 跳跪 民多病 此所谓后岁之风 残伤人者也 二月丑不封 民多心腹病 三月须不温 民多寒热 四月四不暑 民多丹病 十月深不寒 民多暴死 诸所谓封者 皆发乌 折树木 阳沙时 起毫毛 发凑离者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